台灣有民眾說在夜市點了一盤60塊的蚵仔煎 但是結果他把文章PO上網了 他說他花了60塊錢 但裡頭只有四隻很小的蚵仔就算了 每一隻的蚵仔都比一塊錢的硬幣還要小 他感嘆說現在的物價真的變得這麼貴嗎 七線蚵仔放在鍵盤上 還有面糊和蛋液香噴噴的蚵仔煎上桌了 用筷子剝開找出一顆顆蚵仔 隨手找到10顆大大小小都有 其實每盤會有多少蚵仔也不一定 看小的果然就不算一顆 看兩顆 有消費者在臉書上PO文 他到雪角的天人夜市 埋份阿珍60元 結果四個蚵仔比一元硬幣還要小 其他賣蚵仔煎的老闆說 可能是因為最近的蚵仔比較貴 以前是160現在是200 大顆的我們就是最炒 中的我們就來煮湯 小燦爺者依照煮法把蚵仔的大小分門別類 實際來到了海邊 這一籠籠的新鮮蚵仔收成料變少了 所以這大工廠期 畢竟蚵仔三龍就是這個 這個你市場的蚵仔這個家庭 價值得一直去 三星堂哥也會怕沒人買 這60塊已經對消費者來說 已經算不低了 蚵仔量少駕陽 其他也就像是麵粉 雞蛋 油 原物料也跟著漲價 屏東有蚵仔增的業者說 怕跟著漲會嚇跑消費者 玻利多銷暫時苦撐 民眾最近如果要吃蚵仔的相關美食 可能得要有心理準備 像這樣的小科蚵仔最近不會少見 三星王少爺和正鳳 台南屏東綜合 還是很容易